民女参见皇上 你的胆量倒真的不小 竟然还敢进宫 我来 是想跟皇上谈一笔买卖 买卖 想必皇上也知道 你们所得到的 不过是那半颗解药 而另外半颗 在独孤元手中 自从帝龙翻身以后 他独孤元的人力财力 都已损失大半 如今也只相信我一个人 所以 也只有我才能偷出那解药来 这就是你表达爱的方式吗 朕真不知道是该为独孤元伤心 还是该为自己笑 既然这样 你不妨说说交换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那十五座城池 区区十五座城池 对于皇上的性命来说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独孤元想要复国多年 已成魔证 明炼宫就是他唯一的退路 可如今这明炼宫已经损毁大半 他所受的打击也不小 皇上 如果这时你给他举座城池 让他顾一顾吐皇上的义 皇上的性命也就能保住了 而且还能和秦柔双宿双飞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真是异想天开 这半壁江山竟变为十五座城池了 想法虽然天真 但你对独孤元 也可谓是痴心一片了 想不到你如此自私寡情之人 竟然也会对他不离不弃 如此为他着想 不过妙手难依命中之人 佛陀难度无缘众生 朕若命不该绝自会化险为夷 而你们若是真有缘 他迟早有一天会明白你的心意 所以你的这个要求 朕是不会答应的 你走吧 皇上 皇上难道连自己的性命也不顾了吗 朕的性命朕自己会想办法 不过 朕看你倒也是个可怜之人 会一直以为得不到的东西是美好的 可你对独孤元毕竟了解太少 莫怪朕的提醒 当有一日你有足够的时间与他相处了解之后 你或许会发现 他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朕最后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好自为之吧 皇上 皇上请您考虑考虑 皇上 走 皇上 走 快走 皇上 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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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